然后咱们来说这样一个问题吧 比如说我现在让它这个神经网络 它这个强大处在哪呢 比如说这块这个东西写错了 I'm Chinese 这块其实我上次课我就发现了 然后一直往改了 这块就是I'm Chinese I love China 这块丢人了 然后我要预测的一个值就是 比如说我告诉这个网络I'm Chinese 然后我问他I love什么 这块它可能就会让你预测一个最后的一个值 那如果说你用正常神经网络 很难去预测吧 因为我不知道你骂我什么 你骂我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在这里它会根据上下文的一个关系 看前面说的是一个Chinese 咱们这块它就会跟Chinese进行一个联想 咱们现在联想到没准就是一个China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RN 我的地规神经网络 从它的优势来说 它有哪些的一个优点 会把我前一阶段的一个值给它考虑进来 那行 说完优点之后 咱们来说一下它的一个缺点 缺点什么 假设说现在我的一句话就不像之前那么短了 我有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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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一句话 长多长呢 可能是两百来个字符吧 那这么长的一个句话 然后我要让它预测 最终它的一个值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有个什么问题啊 咱们可以想 就是说 我前后巴拉巴拉说一些 我说我今天上午去 上午去做人家什么事 中午去买菜了 然后我最终的一个合情 我要落到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上课 那其实呢 我今天晚上给大家上课啊 是不是跟咱们就是跟晚上这些东西相关 我中午做了一些什么事 我早上做了一些什么事 跟我最终的结果可能不太那么相关吧 但是呢 这个RN网络会做一件什么事啊 这个RN网络啊 它会把你一开始 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说我早上啊 做了一件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呢 再往后点啊 是我中午做了一件什么东西 它会把你之前这个 比如说啊 一个段落当中 所有你的输入都给记录下来啊 它会记住 哎呀 这块前面你做了一件什么事 中间又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这些事好像对我的结果 有一定就是离我的结果比较远 因为差了二百多个字符嘛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认为 哎呀 我最早的时候 我很很就是很久之前 说那些话 对我最终的结果 好像没有什么多大影响嘛 可以把它忘了就完事了 但是一旦我把这样一句话 输进来之后 这个网络会忘吗 普遍情况下 它不会忘的 因为在这个中间一层当中啊 它还是会一步一步的 给你保存下来 所以说呢 这个RN网络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 当你这个序列啊 特别特别长的时候 它会给你啊 就是从指到中啊 都给你保留一堆一堆信息 这个信息啊 很多都是一些陈余的啊 都是一些没用的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哎呀 既然这个RN这个网络啊 有一些问题 我们能不能给它做一个更新呢 做咱们一个简单 咱们想一想就是 我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更新啊 之前的问题是什么 之前的问题记得太多了 记得太多了 记得太好了 让它忘一些吧 把我最早的 比如说这句话当中 我前面那么多的话啊 我给它忘掉一堆吧 好吧 就只记住那么一丁丁 后面呢 记住大部分 我让现在我的网络啊 有选择的去遗弃一些信息 又有选择的去保留一些信息 那这个网络就成了什么了呢 由我们的RN进化了 进化成什么 进化成一个RSTM啊 这个网络是我们之后 要用的更多的一个网络 RSTM啊 它的一个全称什么 Lunch Short Termemory 也就是一个长短的一个记忆网络 长短记忆网络什么意思啊 有长有短 可以就是有选择的保留 有选择的忘记 我要做这一件事情 咱们首先啊 先来看一下我这个RN和我RSTM啊 从我的一个网络结构上来说呀 它的一个 先看一个差异性吧 最明显的一个差异什么 最明显的一个差异 我这个RN看起来还蛮简单的 然后这个RSTM呢 看起来里边多了一堆堆的东西吧 其实啊 这个RSTM里边多了什么 多了 只多了一个控制参数C 控制参数C什么意思啊 它用来帮助我们去选择什么样的网络啊 不是什么样的 你就是你这个特征提取完了之后啊 什么样的一个特征要保留下来 什么特征我要给它忘了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RSTM啊 我的网络要去做一件什么事了 咱们来看一下吧 先把我们的一个整体结构啊 整体结构啊 RSTM稍微复杂一些 我们给它稍微的进行一个分解 进行分解当中啊 我们来看我们最上面这个网络啊 这个图啊是并不是我画的啊 这个图觉得画得非常好的一个图 最上面有一个图 最上面这个图 它干了件什么事啊 有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呢 有一个CT-1 到最终的一个CT 那这个C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C是我RSTM当中 最核心的一个参数 也就是啊 它是一个控制参数 控制什么啊 整个的网络架构啊 那么那么长 它要控制一下 什么样的值 该保留下来 什么样的值 该给它遗忘掉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控制参数C 它要做一件什么事 然后呢 在我的控制参数C当中啊 我们来看这条横线当中啊 这块有了一个乘法啊 这块又有了一个加法 诶 它是什么意思啊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的控制参数C啊 不是一成不变的 什么样该保留 什么样该遗弃 这个东西啊 要始终发生一个更新的 每一次我都要进行 这样一个更新 乘法和加法就表示着啊 比如说乘法 它表示着 我们要去忘什么 加法表示着啊 这个C啊 它要该去记什么啊 它可能表达这样的一种参数 那咱们一会儿呢 就来细的 看一下这个乘法 还有这个加法 分别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啊 这块叫做一个门 什么叫做一个门啊 比如说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啊 它就叫做一个门 这个门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右边的这个符号 这个门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前的我的一个特征来了 比如说我一层的一个特征 一层的特征来了之后啊 我要经过这个门 这个门它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选择什么东西 又让我遗弃什么东西 在LSTM当中啊 这个门啊 是让我的一个信息啊 通过的一种方法 比如说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可以加一个SIGMAL的函数吧 那个S型的 比如说它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当中啊 我看 如果说它是区域1的 那我可能保留 区域0的 可能就要给它遗忘了 我们的一个门单员啊 就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啊 咱们该什么样的信息 进行一个保留 什么样的信息 进行一个遗忘 这个函数啊 咱们之前给大家看过吧 在这里啊 就不多说了 0到1之间的一个值啊 0代表不通过 1代表全部通过 中间值呢 代表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我们首先来看吧 LSTM当中啊 第一步它做了件什么事啊 第一步它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哎呀 我们之前记住了那么多的信息 我要有选择的 去忘记一些了 怎么去忘记呢 我来看啊 XT是当前的数据 HT-1是前一阶段 所有的一个隐藏信息 通过了我当前的 比如说通过了我当前的一个 Cmod函数 这个Cmod函数当中啊 比如说这块它有一组权重参数 这组权重参数就决定着 什么样的一个参数 就是决定着啊 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该进行保留 什么样的信息 不该进行一个保留 然后呢 我算出了一个FT的值之后啊 我的一个FT值跟什么 跟我的一个控制参数吧 我的一个控制参数 跟我的一个FT 给它呈在一起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按照你上一阶段 上一阶段啊 它会历史残留着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C值 这样一个控制参数吧 那在我当前的一个阶段 首先呢 我跟之前的一个控制参数 进行了一个组合 责换之后啊 我算出来了 我当前该丢弃一个 什么样的信息值 这个就是我左边啊 这样一个门单员 做了一件什么事 它要帮助我啊 去丢弃一些信息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啊 接下来我要看的 就是我们该怎么样 去更新我的一个信息 是它是怎么做的 这一块呢 我们不光啊 要进行一个信息的保留 我们还要去做的一件事啊 就是要更新 我们的一个C的一个参数 我们刚才说什么啊 这个C 它现在是一个CT-E吧 那其实呢 我们想 当前是一个CT-E CT-E啊 它只是包含了 就是跟前面所有的数据 还没包括 还没包括我当下这个数据吧 所以说啊 为了使得 我下一阶段来之后 我知道哎呀 就是当我多加了一个数据之后 我要把我的一个控制参数C啊 给它进行一个更新 给它进行一个更新 怎么办呢 咱们俩看啊 这块我不光啊 它是有就是 IT这块是保留下来的一个信息 其实呢 说白了什么 说白了 就是我加上一组权重参数 用一组权重参数去控制 我什么样的信息该保留 再加上一组权重参数去控制 我什么样的信息 该给它进行一个参数的更新 那这个C 我刚才有看到大家问 C是初始值怎么来的 C的一个初始值啊 可能就是一些 我不知道Tensor4当中啊 它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处置化 可能是一个高斯处置化 或者是一些 什么值呢 反正也许就是一个随机的值就可以了 反正它就一般情况下都是随机的找出来这样一个值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这里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IT 我要进行一个保留啊 相当于是十万信息要给留到最后 十万信息啊 还有咱们的一个CT值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更新的 那最终啊 我的一个CT值 我们来看CT值怎么样进行更新啊 我的CT不光是由我保留信息啊 来进行更新 还要由我遗忘信息来进行更新 因为当前我的CT啊 我要给它改变一下啊 我要它的一个策略就是 信息啊 可能是哪些保留 哪些该留弃 它的一个权重可能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要加上啊 我的一个CT-1当中 我们来看CT-1啊 就是前一阶段啊 我该遗忘哪些东西 FT乘着它 IT呢 就是说对于当前这个阶段 我该怎么样进行我的一个更新 更新啊 其实这个更新是非常主要的 因为在我的一个整体的网络架构当中啊 如果说CT值是保持不愿的 那这个东西相当于一个dropout了嘛 那就相当于没有什么太大用了 我这个CT啊 要随着我的一个数据啊 来然后不断的进行一个更新的 那最终呢 最终啊 我要一个输出值吧 输出值怎么来啊 我们来看吧 现在啊 比如说我的一个数据啊 我的一个XT和我的一个HT演义来了 它来之后啊 组合完之后 通过我的名言员得到当前的一个结果 当前的一个结果 它是最终的结果吗 还不是的 我用我当前结果 作用于我的一个控制参数C当中 这个控制参数C 作用于我最 我作用我当下的一个输出 CT 作用于我当下输出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啊 有选择的去保留了哪些有价值的信息 这样呢 我就可以利用啊 咱们的一个控制参数 产生出来我新的啊 一个就是产生出来 我新的一个输出啊 它是等于什么了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LSTM啊 整体网络架构 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其实呢 咱们可以看啊 就是之前我把RN进行展开吧 这个LSTM啊 它也可以进行展开 只不过说啊 它内部的计算方式 发生了一个变化 RN的内部怎么计算的 RN的内部就是啊 咱们中间有一个地规就完事了 但是在LSTM当中呢 它的内部就更复杂一些了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RN 还有LSTM啊 它这两种网络架构啊 在我们的一个 内部结构当中啊 分别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现在啊 基本上是用LSTM啊 是已经可以说是代替了这个RN 因为这个RN啊 在很多场景下表现并不是很好 但是呢 这个LSTM啊 它的一个表达效果要比 要比这个RN啊 强太多了 所以说 咱们接下来的代码啊 就是要用这个LSTM啊 去做一些事情了 就是要用这个LSTM啊